超过了22亿元 敲锣打鼓庆祝南港车站里的 环球购物中心开幕 走进美食街有不少独家会位 还有日式餐厅 及红豆石斧旗下新品牌 甚至到书店 都首次进军车站商城 要来吸引过入人潮 第一次来说 这个动线应该算是可以 原本我以为说 可能会不太好走 可是就发现 其实大家是都会经过这边的 就是就还蛮顺畅的 贯德转投资环球购物中心 就在捷运高铁出入口 打造美食街超过40家品牌 独家贵位就有25%以上 看准轨道经济的 还有润泰银演粮 南港车站另外一栋 就是润泰旗下的CityLink商场 有日式平价服饰店进驻 连锁餐厅吸人潮 比比环球购物中心 主打独家美食 而CityLink则是日常用品 隐存形态不尽相同 但都选在三铁共共南港车站 就是锁定一年上千万人次的 交通流动客群 带来庞大消费力 每个产业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时间 会景气不景气 现在看起来吃的东西都很景气 所以也要做一些不同的产业 我觉得是站在我的立场当中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建商转型投资不约而同 把出轿阔级车站商城变成新战场 瞄准一年上百亿商机 抢攻轨道经济